七十頁那邊 所以接下來就是那個物質通過細胞的一些細節問題 什麼細節問題呢? 就是,假設呢,現在有一個假牆的這個連續空間 那,像那個,講一下,特別上也喜歡用這樣的例子 你用一杯清水,然後滴那個色素分子進去 剛滴進去的時候呢,色素分子會比較集中 然後逐步的呢,它會開始往那個比較沒有色素分布的那個地方呢,開始移動 所以這個現象就是所謂的擴散 那,簡單擴散這個詞是為了去強調 現在如果在習慣上面發生的話,那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現在剛剛這條線是當參考的 我現在把這個線如果先塗掉的話 在一個連續空間當中,當物質分布不均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趨勢 因為你現在呢,融質呢 融質分子自己本身呢,不斷地在碰撞 融劑也會去跟融質發生碰撞 所以,最終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 等到這個融質呢,可以在這個 比如說稍微裡面均勻分散的時候 它就打平了 所以這時候呢,擴散現象就算已經達成目標 你也可以講說沒有擴散發生 但真實的情況是呢,那個融質還在移動 融氣也還在移動 但是因為呢,整個這個稍微當中 它現在變成是一個均勻向 那為什麼要達成這樣的狀態呢? 是因為當一個連續空間當中流體 就是氣體或液體 它如果是越分散的話 它的能量是越低越低 所以大部分的物質基本上都會有這個趨勢 所以這個就是擴散 所以這當中大概呢,很明顯 我們看到幾個發生擴散的條件是什麼 發生擴散的條件就是 物質的分佈要不均勻嘛 然後呢,這時候它會由高濃度往低濃度的方向來移動嘛 對不對?就是我們可以觀察到的這個現象 那接下來細節比較看不到 可是可以比較的出來的是 接下來那個融質的分子量 其實也會影響到擴展 跑得快跟跑得慢的問題 可是因為這種分子等級 有時候那個大小啊 不支持純粹的大小問題 你可能還要考慮到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電荷 因為如果它有比較強的吸引力 包括水分子的氫件也要列入考慮 然後那個電解質之間 帶正電跟帶負電互相吸引在一起 然後正電跟正電撞在一起的時候 是互相排斥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 基本上它到底是助力還是阻力 這個要考慮的 然後接下來 這個是最明顯的分子的動能問題 你現在融液的條件呢 它的溫度不同 對不對? 溫度越高分子的動能越強 所以 合理來說基本上 這個溫度越高 應該也是可以幫助破散 點點點 那這個是談一般的 你要去觀察一個物質的破散現象的時候 需要的考量點 可是我們現在談的是細胞 所以呢 還是回過頭來考量到 因為你談的是細胞 再把這個界線加回來 所以你還是得考慮這個界線的存在 好 那這個界線是什麼? 這個界線是紫雙層 好 紫雙層的存在到底會有什麼問題? 今天沒有這道界線 當融池要過去的時候 從這個空間到達這個空間 基本上沒有阻礙 只有碰撞的問題 還有這個物質本身性質的問題 但這個界線存在的時候 你去想像一下 我今天這個融池 它到底是一口氣直接從零子分子直接穿過去 還是它在路過的時候呢 先不小心撞到一下 然後接下來再轉個彎再過去 這是有差別的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那個細胞膜附近發生的擴散現象的時候 它會不會跟把細胞膜拿掉的狀況完全相同 你現在假設有兩個實驗的裝置 一個是有膜 一個是沒有膜 其他條件全部都一樣 你說這兩個實驗的裝置 但是它呈現出來的擴散速率會百分之百相同嗎? 肯定不會 所以膜的存在 就只要流利 為什麼要加減三擴散這個字眼 它跟一般的擴散的道理 確實是概念上是相同 但因為現在是在細胞上面發生 所以請考慮一個事實 膜是存在的 當物質要通過膜的時候 不見得永遠都是順暢的 因為這是一個阻礙 這畢竟還是一個障礙 不然你把它當作是一個參考的界線 不會永遠都不順暢的 不小心撞到 是可以拐個彎再過去 是可以不用工具 但基本上這個膜確實是一個 讓細胞膜附近發生的擴散 跟一般真的完全連續的空間發生的擴散 會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這樣 所以就是簡單擴散要考慮的 但如果說今天你要面對的簡單擴散 哪一些東西會發生 第一個 像蘇紫蘭的 有機物 甘油 脂肪酸 還不准 那我們等等這些 包括酒精也可以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像氣體 那這些物質要考慮的時候 當然就可以從這個方向 它不需要工具 但它很需要一個條件 它需要那個 濃度的差距 那界線會造成影響 可是因為細胞你就得有一個界線 所以這個界線 只是說你要記得有這個界線在 然後它會產生什麼影響 這樣子也算夠了 可是這個地方呢 就會衍生出一個問題了 那你現在 如果真的落實到細胞來看的話呢 一般來講 細胞值 如果我們抓一個大約的數字的話 細胞值的總濃度 差不多在0.6%到0.9%這之間 那這0.6%到0.9%這之間呢 充滿了各種有幾乎 然後再加各種的鹽類 沒錯齁 水當然是最多嘛 對不對 那水已經知道 這是高達99.7%了 對不對 那剩下來的部分是溶脂 那溶脂的部分 這看起來這個溶度沒有特別高 可是沒有特別高 可是一定要想一件事情 那細胞外 這是細胞值 那這是細胞膜 所以如果我們回到細胞身上來去看的話呢 你現在細胞膜這個界線 以內的細胞值 這個濃度看起來確實是不怎麼樣 可是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個細胞它剛好生活的是淡水 淡水的總嚴度是低於0.2%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空間當中兩邊 有濃度的差距 有濃度的差距 對不對 所以 有沒有可能這些細胞需要用到的有機物跟眼淚 好像是可以跑出來 好像是應該要跑出來 按照過散的道理 你有濃度的差距它就應該要跑出來 對不對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它沒跑出來 理由很明確 理由絕對很明確 這些有機物跟電解質 就是細胞需要利用的物質 它怎麼可能放在它隨便跑出來 所以這是結果沒有問題 那方法呢 方法當然就是它 因為細胞膜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細胞膜是具有選擇性的 那這個選擇性決定在兩件事情上面 第一個 紫雙層當中的疏水層 那就是一個障礙 OK 那因為這個障礙 所以呢 我進一步可以透過空那個工具 來去做選擇 就是運輸蛋白 那因為我要透過很多物質都要經過蛋白質 才能夠進或出 所以這樣子我就可以控制這些東西 不會放在它自然的流失 好 所以細胞會利用細胞膜的特性 去守住它所需要的這些有機物或物機 那守住這些東西之後 這個客觀的事實 仍然是細胞子很有可能 外在的這個環境濃度還要高 所以那個擴散的條件是在的 或者是擴散那個趨勢仍然強烈 對不對 所以那個不平衡的狀態還是在啊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想辦法達成平衡 現在只是說 如果像這種情況簡單擴散的話呢 我就容值過去平衡 就搞定了 對不對 那對這個情況來說的話呢 現在是容值無法跑出來平衡 因為細胞要守住這個資源 對不對 可是兩邊的不平衡狀態 你總是要解決 所以最後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水啊 對不對 這個 很普遍又黏加的這個資源 我讓水進來也是個辦法 讓水進來之後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平衡兩邊的條件 所以 如果你從這個焦點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細胞想要取得水分 水分絕對是進出細胞當中佔有比例最高的 對不對 那細胞想要取得水分 你會發現這個條件超自然的 它只要守住細胞脂的基本狀態 其實它通常 正常來講 就會有拿到水分的條件 有沒有看到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有那麼多的細胞脂當中的成分當中 好像水我們得特別幫它去考慮一下 好 那水的運輸裡面呢 其實它走的主要是便利擴散 那問題是水的這個便利擴散 單獨彈的時候也很方便 所以我們通常就直接把它叫做滲透 所以你要簡化這兩個字眼 水的擴散也可以 要凸顯出它需要工具當然是可以 好 所以滲透現象發生的時候 剛剛所看到的是 因為細胞質要維持一個正常的濃度 對不對 因為它努力維持正常的濃度 所以這時候就順便的獲得了吸收水分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直接在細胞身上去觀察到水所造成的新的平衡的話 那要用一個簡單的實驗裝置來模擬 那你就要設定有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磨 所以你看71頁這個實驗裝置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需要一個能夠對稱性的這個管道 好 這是一個U型管 我們在中間這個地方 設一道關卡 那這個關卡是用來模擬細胞膜 可是在一般實驗狀況下 你要去找到一個性質跟細胞膜完全相同的材料 老實說這是無比的困難 對不對 因為你看那個紫雙層加運輸蛋白 它可以輕易的解釋 為什麼鈉離子這麼小 它很難通過細胞膜 對不對 那個脂肪酸 對 16到18個碳以上 卻比鈉離子更容易通過細胞膜 這如果你用細胞膜來講 非常好講 對不對 那我們在真正的材料上面 其實沒有辦法找到這麼好的 所以只好想辦法簡化一下 找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它真的就是一層東西 但它上面有固定的孔隙 對不對 好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好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孔隙的大小 來限制物質要不要通過 那這個特質呢 叫半透 它只允許那個 物質的分子的大小 比孔隙還要小的 可以自由通過 好 所以現在就是 你要去找適當的物質 讓它可以通過跟不能通過 那一般來說的話 水要通過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會挑一個合適的溶質 比如說什麼 像蔗糖或澱粉 好 所以接下來呢 半透膜隔開這個U型管之後呢 我們現在在U型管的這兩頭 半透膜的兩頭呢 分別放不同濃度的蔗糖液 好 那假設呢 左邊模擬細胞內 所以 如果左邊我們放個10%的蔗糖液 然後 右邊的話呢 放個1%的蔗糖液 然後 右邊的話呢 放個1%的蔗糖液 現在它的濃度是比較低 對不對 因為主要就是這兩個條件嘛 所以抓到這兩個條件之後呢 那我們就從這個裝置去觀察 對不對 好 很明顯的 如果今天 沒有這道障礙的存在的話呢 那你有辦法 左邊放10% 右邊放1% 預計 等一下平衡的時候呢 從頭到尾 兩邊的硬面等高 每多久之後 把這裡面 因為它連續的 也放一段時間之後 把這個液體取出來 再去重新測一次濃度 對不對 我們就會知道 它的平均濃度 大概都在5.5%左右 好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看法 可是 膜存在的呢 這個膜的設計是 我們刻意選擇一個 是讓蔗糖分子 沒有辦法直接通過的一個阻礙 對不對 所以 不平衡的狀況是存在的 好 左邊濃度高 然後 右邊的濃度低 相對的 好 所以這個不平衡 還是要想辦法平衡啊 所以 整個實驗裝置 我們放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會發現 它 開始走向平衡 而這個平衡的構想 左邊的液面呢 會逐步的升高 然後 會有一個平衡點 右邊也是一樣 液面會下降 然後會到達一個平衡點 以蔗糖來說 這樣的濃度 大概 沒有辦法反應出 這麼大的體積變化 對不對 所以 能夠產生這麼大的體積變化 看起來 可能是誰造成的 這應該很好推了 因為反正裡面總共就只有兩個東西 折騰跟水而已 好 所以能夠造成這麼大的體積的變化 應該是誰造成的 而且應該可以推論得出來 水從 左邊到右邊來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樣的平衡趨勢也合理啊 我現在是融直 南 從左邊過來 到右邊 合理 以擴散的趨勢來講 它的條件 應該是由左到右 那跑不過來 所以呢 邊倒過來看 由融濟 回過頭去左邊做平衡 好 所以融濟如果從右邊跑到左邊 這時候 左邊的融液就被稀釋 那右邊呢 就好像是被濃縮 對不對 可是 這個過程當中 它會達成一個平衡 因為你還是要考慮一個問題 這當中 表面上只看到兩個條件 斷透膜的存在 在融液的濃度互相等 對不對 不要忽略了 這兩邊的管子 都是開放性格 所以兩邊的液面上面 各自承受的一大氣壓 所以這當然很詭異啊 如果它是一個聯通管 兩邊各自承受一大氣壓 那本來就應該從頭到尾 這個液面應該冷高 那沒冷高 所以誰造成的 這兩個條件造成的 半透膜加濃度的落差 所造成的 所以不會 不會說 明明是一大氣壓 然後最後平衡的時候 它會呈現一個 非常明顯的高度差 對這個就是滲透 跟細胞真實的狀況一不一樣 大概也不同 但至少是一個 還蠻方便觀察一個材料 那你可能會看到很多變形的裝置 比如說要用到什麼劑頭漏斗 然後用劑頭漏斗 下面綁一個那個 也就是半透膜 然後接下來把那個 這彈液灌進去 把整個劑頭漏斗 泡到一個 濃度相對更高 或更低的環境 然後去看看劑頭漏斗裡面 那個水柱 到底是升高還是降低 有很多變形的這個觀察方式 好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為了看 那個水 在半透膜存在的情況之下 半透膜的兩邊 濃度有落差 比較濃度T度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水分 會有重新平衡的現象 這個就是用來模擬 這個水分在細胞上面的平衡過程 這樣OK嗎? 好 所以 我們真正要的 應該不會是那個 10%和1% 這個只是一個 拿來做一個比較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只是想要膚顯出 就是半透膜的兩邊有濃度差 那個相對有高低 所以 老師在交代那個濃度 好像不見得真的有真實的意義 所以通常我們習慣上 在半透膜的兩邊 那個相對濃度比較高的這個容易 我們就把它叫做高張容易 好 然後 相對比較低的 就把它叫做低張容易 你可能有看到一個反義詞 因為有些書它想要去凸顯這個 這個跟滲透有關 所以就把它叫高盛低盛容易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詞的話 意思是相同的 那萬一相等 那就等了 萬一兩邊 半透膜的兩邊 容易濃度相等的時候 就叫做等張容易 然後生活周遭有一個很常見的等張容易 就是 生理時間水 生理時間水 有沒有看過它上面的濃度 有引起眼鏡的 站在手上的生理時間水呢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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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沒錢 那也不是秘方 你可以自己配就好了 這沒寫好 那掉點滴的時候那個就有寫了 掉點滴那個包包上面就有寫了 所以下次有機會掉點滴的話記得 你躺在那邊 躺著 閒著也是閒著 不然你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看電視 不是看手機 不是看一下那一包 或什麼 不要吃很多 你後來知道你要 你要打到你體內這個東西的成分是什麼吧 你這樣 來 我把他打在那邊睡覺 好 不然你待在那邊 就給你打 不然怎麼辦 真就這樣搓下去 好 所以其實 生理時間水就是一個等張容易 對誰等張 對啊 0.9% 很厲害 你可以自己配 你先想辦法找純水 拿去買一包便宜的鹽 然後配成0.9%的容易 然後再用實驗室裡面的高級的滅菌 然後做殺菌這個動作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非常好的容器當中 對不對 就一罐子這樣子 沒有很好啊 很便宜啊 我只是跟你講說 那罐現在賣多少 對 你看那罐賣多少錢 啊 三五喔 三五 三五 以前不是都這麼賣十塊 因為貴了耶 所以那罐 那個罐子最貴的是什麼 最貴的是容器 知道嗎 啊 這樣很難接受嗎 那我再跟你講一個更難接受的好了 那個運動飲料啊 那運動飲料最貴的是什麼部分 是容器 那裡面就是用一點鹽 了不起加一點糖 然後呢 那濃度還那麼低 就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那個整個運動飲料最貴的部分其實是容器 然後那個飲料的部分的成分 應該遠低於那個容器的二分之一 對啊 那剩下來都是賺的 你有跟我們講過嗎 就是那個傳奇 好啦 酥跑有沒有 第一個 賣的最成功的運動飲料是酥跑啊 那酥跑好像是在第二年吧 因為以前的人不會覺得一個水加鹽有什麼好賣的這樣子 後來他們就把那個水加鹽然後再加一點糖 然後結果發現這個口味出席的這個廣位接受 然後加一個運動 俯充電解質 大家都信這一套 對不對 那在第二年他第三年吧 就賣到八十億耶 運動飲料 很好賺齁 你可以想像 那一罐裡面那個利潤是多高 不然以後 如果以後就業有困難 我們可以來找個東西賣賣啊 鳳梨嗎 一樣的 在這個地方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平衡 它的平衡取決於水分滲透過來的趨勢 跟大氣壓力的影響 達成平衡就是這個角度 所以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現在這兩邊不是這個狀態的話 那你要重新考慮的 比如說 比如說 我想辦法讓它不變形 這個水面呢 我去用一層可變形的膜 有彈性的東西 那這時候它的平衡狀態 又會有另外一番可討論的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 因為這個裝置 畢竟是要去說明 細胞身上發生的滲透現象 對不對 那當我們去替換 兩邊的溶液不同的時候 就會發現 這個高度差真的會有不同 當兩邊的溶液的濃度落差越大的時候 將來平衡的時候 這個高度差也越大 反過來說 你現在這個地方放個6% 這個地方放個5% 所以可以預期的是 而且實驗的結果也證實 這個高度差真的就會消很多 所以原來這個高度差 基本上呢 是跟溶液的濃度梯度有關 當然也表示出 它是代表一種滲透趨勢的強烈與否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這個高度差 來去想像一個東西 就是滲透發生的溶液與否 那這樣很農統嗎 它可不可以用成一個數字 比較好比較這樣子 所以後來呢 就定義了一個滲透壓的概念 用壓力 因為這個地方 H也是一個壓力的產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高度差 來去做為想像一個滲透發生 容易與否的一個評估大小 好 所以這個概念呢 叫做滲透壓 這樣 所以H不是直接等於滲透壓 是通常高度差越大的時候 滲透壓也越大 我們只是希望 因為壓力有一個單位值 然後它是一個真實的數據 所以這樣其實比較上會方便多了 好 所以當半鍋膜兩邊的溶液的濃度差距越大的時候 通常H越高 就代表它的滲透壓也越高 這正相關的關係 至於它真實怎麼運算 導致說你不用太在意 因為我們只談觀念而已 這個比較深已經會到植物生理學那個地方 才會去談這個問題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接下來 再重新以這個 再回過頭去看細胞身上 該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是模擬啊 我們當初是依據這個概念 想說用個實驗裝飾來去 來去做一個比較實際的觀察 因為你要直接在細胞身上觀察有難度啊 可是做完之後呢 現在概念比較清楚了 我們還是想要回過頭去 在細胞身上觀察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呢 把細胞取出來 然後分別放在三種不同的容易條件下的話呢 好你可以翻到下一個72頁的下面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分別取有細胞壁跟沒有細胞壁的 動植物細胞作為代表 因為這個有差別 對動物細胞來說 它沒有細胞壁 所以細胞模就是一切 如果你現在呢 把動物細胞放在等張環境下 它會有最自然的造型 什麼樣叫最自然 所以有一個細胞超好用的 就是紅血球 因為紅血球在血漿那個等張容易的環境條件 它不是雙凹別圓 對齁 因為它細胞核被分解 所以細胞其實是塌下去 可是它最自然的情況是中間塌下去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把紅血球放在低張環境下呢 它就會開始吸水 對不對 因為如果現在細胞質比它所在的外界環境 你看它泡到清水 它本來應該是血漿 所以把紅血球泡到清水裡面去 所以這個時候它勢必會一直開始吸水 好 這個細胞的幅度達到細胞膜再也撐不住 就直雙層 再也撐不住的時候 這時候 細胞就瓦解破裂了 就動物細胞 你看齁 所以動物細胞不能 不太能夠承受那個細胞體積過度增大 因為你短時間之內 沒辦法增加那麼多的磷子 所以不太可能應付的那個 磷子增加的速度 無法應付水進來的速度 所以細胞通常會長過 所以一般我們在處理那個動物細胞 比如說那個以後高栽的時候有一個實驗 就是要做那個DNA的萃取 那如果我們用的材料是那個基血 那基血要先讓它破裂啊 你才能夠把那個裡面的細胞核的DNA取出來 那基血要破裂超簡單的 就把基血放在清水裡面 一時一時攪拌它兩下 細胞就破了 就這樣子 超簡單的 好 然後可是這是低髒的環境之下 細胞可能會長過 那高髒呢 高髒是脫水嗎 所以脫水的時候 然後細胞就開始萎縮 這張圖看得出來 你現在看那個七十二葉 上次有提到 所以你看那個紅蟹球萎縮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地方會頂起來 你細胞骨架 好 這個地方就看得出來了 好 所以這個是動物細胞的情況 高張下細胞會萎縮 對不對 低張下很有機會會掌破 那如果沒有掌破 有時候只是時間 比如說 你用清水 假設 假設 假設我們可以往0.9% 那你用一個0.7%的水溶液 那可能只是延長那個時間 那最後可能還是有機會會破掉 那植物的話呢 植物你把它放在等張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偏向方方正正的外形 OK 在這種條件之下 通常細胞膜僅領的細胞壁貼在一起的 然後接下來 你如果把它放在一個低張環境下 它會膨脹 OK 而且它不像動物細胞 稍微膨脹一下它就破了 因為它有一個框 細胞壁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保護構造 因為它比較硬方方一點 所以 隨著水分大量進來之後呢 植物細胞了不起 就是 細胞壁被推出去 然後邊緣呢 會變得比較有1.5度的感覺 但是還不至於到掌握的程度 也不會 因為這個框有保護住它的形狀 但看起來它會有點鼓鼓的 表示 所以 過度進來之後呢 應該會對 細胞膜 細胞壁 產生一個往外推的力量 你水堆太多了 所以 這個體積 會反映在它的輪廓上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想像成 你水進來 累積太多了 所以 這些過度累積的水的壓力呢 開始把細胞膜 細胞壁有一點點推出去 會不會把細胞脹破 還不會 所以這個是 植物細胞 如果放在第一張環境下 是這樣子 那高樟呢 高樟合理來講 它應該也會脫水嘛 可是 脫水的時候 就有一個有趣的事 因為那個框 是硬邦邦的 所以 植物細胞在脫水的時候呢 那個框 留在原地 剩餘的細胞膜和細胞子呢 就縮到某一個地方去了 所以 這種情況 我們可以 有機會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細胞膜膜跟細胞壁會分架 正常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嘛 正常的情況 細胞膜跟細胞壁是貼在一起的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們以前形容過 那個靈質很像飄在水面的保利龍球 那你現在水變少水位降低 所以保利龍球的位置當然跟著降低 對不對 所以 當細胞質的水分變少 體積變小的時候 這時候呢 膜跟壁就分加了 我們就把這個現象叫做 細胞質分離現象 簡稱直離現象 有細胞壁的獨特的現象 在高長的條件之下 所以動物細胞沒有這個問題 動物細胞的直接輪廓就是細胞母 所以它不會有問題 但是就是從細胞母頭 整個輪廓就變形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說看到的那個細胞壁下面的那一張圖 主要就是在談這些事情 這個細胞的形狀上的改變 所以從細胞的形狀上的改變 應該可以去推論它所處的容易條件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是從原本的概念裡面去設計實驗師的 實驗做完之後再順便再回去這細胞上面再看一下 可是接下來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是說 當然我們去看到細胞萎縮感覺很悲慘 因為嚴重脫水 如果你給它的高張濃度越高 脫水情況會越嚴重 對不對 好 那可是你反過來說 請問如果現在給你三個狀態 比如說1 2 3 請問這三個狀態的細胞 那個形狀是不同嘛 可是這三個細胞誰的吸水能力是最好 因為剛才講啦 水分進出基本上是細胞的常態在做的事情 對不對 也許那個嚴重萎縮的細胞看起來很可憐 在Mono角度來說 因為它大量脫水的關係 所以它的細胞質是不是很挑戰 相對細胞萬能 對不對 所以一個脫水很嚴重的細胞 反過來說反而是它的吸水能力是越好 對不對 什麼時候很好 到它一直朝向正常形狀之前 它的吸水力應該都還不錯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說我們想辦法把滲透壓壓力的概念 然後跟 呃 講義上有一張圖就72頁上面那一張 可是因為它有一個遺憾 左邊那邊不是很好 我加 坐標軸我加了一個100% 那就是1.0的意思 1.0 100% 然後接下來 110% 然後120% 就是代表 把細胞的體積額外增加的20%這樣子 好 好 當細胞在 吸水 膨脹 或者是 脫水 脫水 萎縮 的過程 好 我如果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它很可憐 它嚴重脫水 你現在呢 趕快把這個細胞 改放到地傷的環境之下 相對於它現在的狀態是地傷 它是不是開始吸塵 所以 隨著它吸水的過程當中 細胞脂的體積增加 慢慢的那個細胞模式 就變得要牽著細胞病 所以這整段過程當中 細胞脂的濃度 是不是一直在降低 對不對 好 所以 往這個方向看的話 吸水膨脹 可是 吸水膨脹的話 既然它的濃度在降低 這時候它的滲透壓的變大 還是變強 因為它被吸塞 細胞脂被吸塞 所以 細胞脂相對於細胞外 那個濃度的差距 是不是就變強 對 那我們剛才講 那個滲透壓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 泛透膜的兩邊 濃度的T度 差距大 滲透壓就是比較大 對不對 差距縮小 滲透壓就變小 所以 隨著細胞的吸水過程呢 其實滲透壓的變化 大概是像這樣的 曲線變化 隨著它 如果我們自己 往這個方向去討論的話 它吸水膨脹 細胞脂被吸塞 所以它的滲透壓是下降的 OK 這是壓力 OK 好 那 問題在於 如果對於動物細胞來說 假設 你現在先弄一個 萎縮狀態的動物細胞 然後讓它開始吸水 OK 它終於回復到正常造型 結果呢 再繼續多吸一點點水分 稍微過度增加一點點 它就撐不住了 就破了 所以動物細胞在這個之後 老實說 真的沒什麼好討論的 可是植物不是喔 植物細胞的這一段 它還有後續的改變 因為它不會破 所以如果植物細胞在繼續吸水的時候呢 接下來會衍生一個問題 假設把那個等張當作100% 植物細胞在到達100%之前的話呢 它水分進到細胞的趨勢 完全由滲透壓來決定 可是一旦植物細胞 它的細胞大小 已經達100%大小的時候 這時候再繼續 後續再進來的水 就表示是 會讓細胞體積過度增加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 我們就要考慮到 來自於細胞子內部所產生的這一股 因為水分過度累積所形成的壓力 所以當水開始過剩的時候 這時候 細胞子會衍生另外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 我們就用一個很容易想像的詞 就是膨壓 因為它過度膨脹 那其實這個膨壓就是什麼 這個膨壓就是來自於細胞質 因為液體過度累積所形成的壓力 好 那這兩條曲線會有一個意思 就是說 你去看植物細胞 它細胞膨脹到一定程度之後 因為框框框柱的關係 它會不會漲破 不會 所以那個膨脹的狀態 就是那個膨壓 那到時候可能會跟滲透壓 會達成一個平衡點 但膨壓什麼時候才開始出現 當然是在細胞體積超過100%的過程當中 才會出現 所以也就是說動物細胞 需不需要討論膨壓 你還沒來得及討論它已經過了 動物細胞一般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那因為既然水分 容不容力進出細胞 是我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對於一個 它以植物細胞來說的話 當這個細胞 它的細胞體積還未達正常大小之前 這個細胞水分進來的趨勢 100%有誰決定 100%會有滲透壓決定 但細胞還沒有達到正常大小 可是當它超過了正常大小之後 那你得考慮一件事情 滲透壓呢 就好像是有利於水分是進來的 可是膨壓呢 就好像一直要把水推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正面的效應 這是負面的效應 所以當你要在細胞體積過大的情況之下 考慮它水分進來的趨勢 到底夠不夠強 你可能要把這兩個因素同時考慮 那這個時候大概 這個代表是正的 這個代表是負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部分給禁掉 這才是細胞的真正吸水力 所以細胞在不同的階段的吸水力變化 其實是不斷的在改變的 隨著它吸收的水分越多 其實它的吸水力是在縮小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後續如果是植物細胞的話 一定要記得它要在細胞體積過大的時候 要額外考慮一個影響 負面的影響 就是膨壓的效力 OK啊 好 那你膨壓阻止水分進來 哇 感覺上 這個會影響到那個 讓那個細胞吸水的能力打折扣 可是你在這樣想 如果我讓植物細胞維持在這個之間 正常到過路膨脹之間 對不對 然後對於一個草本植物來說的話 木本植物它在支撐植物體 有木材有很多纖維的幫忙 可是草本植物 甚至於那個精 草本精 就開始有點垂垂的 對不對 就昨天又沒事 對不對 那個其實就是含水量的問題 所以植物細胞 為了要讓它的支撐力比較強 其實它會適度的讓細胞體積有一點過度增加 就是略為大於100% 那你想像這個細胞 硬邦邦的支撐力會比較好 所以 銅壓 來自於 植物細胞內部 當然是薄碧細胞 所形成的這股壓力的話 其實對植物是有很大意義的 尤其是對草本植物 它是植物體支撐力量的一個重要來源 木本植物有木材 剛才講 木本植物有木材 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這個對草本植物來說意義是很大的 這樣OK嗎 好 然後這個地方 順便來解決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今天沒有細胞壁 然後呢 它生活的環境呢 又是低障 那怎麼樣 因為水進來你擋不住啊 因為水基本上是擴散 對不對 細胞膜上沒有工具可以管制 所以你現在只能放那水一直進來 這樣不掉哦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水如果一直進來 那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個細胞好像都不會破 所以有一些細胞發展出一些方法 像草鋁蟲 有沒有 所以上次段條遇到的題目嘛 為了草鋁蟲它遇到的外在環境濃度越低的時候 它這個伸縮泡的伸縮速率越快 你要努力排除嘛 那因為伸縮泡有兩個好處啊 第一個 我如果把水集中 它就不會去干擾細胞的濃度 對不對 然後我把水集中 然後等一下呢 一口氣把它直接丟出去 當然這是要代價 但至少可以讓細胞會成長這樣 這樣 所以伸縮泡一般是在淡嘴這樣的原生生物 比較會容易出現 OK 這樣我們就剩下需要工具的部分了 慢慢來 所以我們就剩下的部分了 我們會先來做工具的部分 谢谢大家